美国总统拜登的亚太事务顾问坎贝尔 星期四对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通过视讯方式阐述美国对华政策 这是他在2022年针对美中关系的第一场公开讨论 他说美国的民主与共和两党 在对华政策上的许多议题方面有一致的共识 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主轴 就是避免竞争会带来意外的冲突 坎贝尔还说美国担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改变多年来的集体领导模式 美国也关切不同的声音被压制 这位美国白宫高级官员还说 拜登政府的对台政策 与多年来许多美国前任政府的做法一致 支持两岸和平交往与对话 并且致力于提高威慑力 确保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您想到周边的усов 作为佐将美国的花金 使我宣 Crit 谢谢大家